很多人觉得在娱乐圈立足一定要能说会道 但是有一个女明星却是出了名的不会说话 她就是赵丽颖 农村出生的赵丽颖中专毕业后就开始北漂参加选秀 但当时的她既不会唱歌也不会演戏 对明星评委徐帆来说赵丽颖可以说是毫无才华 甚至记者都问她愿不愿意谴规则 但年仅19岁的赵丽颖立刻怼了回去 自那之后 很多人都说她情商低不适合这行 但是她却选择用行动回应 整整14年 她跑了五年龙套 演了七年配角 一年365天 300天都泡在剧组 直到2013年 她终于用陆征传奇证明了自己 之后的八千古楚桥传 知否更是让她家喻户晓 而当她红了之后 也没有因此而变得事故圆滑 面对疑似注水圈前的操作 赵丽颖直接叫板剧组 指出了行业乱象 要知道这时的她刚刚产后付出 这样做 无异于是拿自己的星土赌博 而直到现在 她还是那个不会说话的耿直女孩 不讨喜 不上道 但她就是靠着真实和踏实的工作态度 和一颗比谁都更想成功的心 完成了从无名草根 到收视女王的华丽逆袭 也告诉了我们 少说多做 才是成功的唯一捷径 在核心后